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说我给你急啊 好好好 放你一码 还拿枪做吊上呢 老韩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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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别动啊 什么感觉 发晕 你这是一宿没睡了啊 赶紧回去睡会儿吧 来 你说要当奶奶还激动上了 来呀 慢一点 回去赶紧睡会儿啊 饭我来做 噢 啊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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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爸 秀儿啊 你们家电话什么时候修好啊 我和你妈总也打不通 闹得没招没落的 挺好吧 闺女 好着呢 好就行 我和你妈今天早上逛早市 你在爸发现什么了 什么呀 爸发现你最爱吃的花瓶香瓜 你妈呀 我和你妈就买了一大兜子 我让民航的朋友跟你带过去 到时候你让张林到机场拿一下 秀儿 你还差点什么跟爸说 爸给你买一件 娟儿 你哭什么 娟儿 怎么了一大早上你哭什么呀 出什么事了娟儿 你干嘛说 娟儿 娟儿 没事吧 男生一定跟家里说啊 到什么时候都有爸妈呢 你问点实质的 娟儿啊 出什么事了你跟爸说 慢慢说 怎么了娟儿 没有 我就是想你们了 想爸和妈了 爸爸最近忙 你要逮时间你就回来 要不爸去就看你去了 不用来看我 挺好的 就是一听见你们声我这 下次心里就不行了 那相关你 你不用找人给我带过来啊 我过两天 等放假了我就回去了 回去再吃 你放心吧 都挺好的 那个我还得上班呢 我就先挂了 爸 娟儿啊 你等一会儿 你跟爸说实话 真的没事 就想我和你妈了 没事 就是想你了 想你跟我妈了 娟儿啊 你再等会儿 怎么了爸 张琳呢 让张琳接个电话 他 他上班去了 这两天公司挺忙的 你 你别往公司打电话啊 别给添乱 我们俩挺好的 妈 我也上班了 挂了啊 不对 有诈 什么有诈啊 娟儿说的话 其中有诈 没他说的那么简单 咱家娟儿从小到大 就不爱哭 这么连着气的哭 可是少有啊 他一定是 心里有事实在憋不住赌的 还不跟咱们说 这就说明不是小事 不是小事还遮着眼着 肯定是张琳那小子的事 事不宜迟啊 我得亲自去一趟 我得亲自去一趟 看个究竟 那我也去 让你这么一说 我这心都揪起来了 你看家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那也是我闺女啊 怎么就你一个人去 我先去看个究竟 要是娟儿真的和张琳过不下去了 我干脆把娟儿领回来 她娘现在可是结婚了 别娟儿还没说什么 你总是把这话挂在嘴边上你 娟儿不说 那是她说不出 张琳那小子 是她自己选的 死活要价的 娟儿又要强了 现在后悔了 也只好打掉牙 往肚子里咽 咱不能让她那样了 不该吃的东西 就应该往外吐 吐干净了算 请不吝点赞 到了 到了 收拾好了吗 收拾好了 那就下来吧 早饭都给你买了 你喜欢吃的 马上啊 没想到吧 怎么不说话 惊着了 没完了是吧 你下去了 不 刚买的 还热着呢 照顾得不错 想当周 总请我 吃夜宵 现在该早茶了 不是 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 这不是给你买的 你放开 不是 我也没吃早饭的 要是按这先来后到 那得等我吃剩了 才能吃 是吧 不是丁丁 你是想跟我玩魂的 是吧 是吧 没那意思 我就是想吧 咱俩呢 先送他上班 然后你拉着我回你家 接着带我东西去 怎么了 张大伟 是你把我甩了 我都这么大 都不在乎你俩 快一块刺激我 那你才怕什么呀 不 不 哎呦喂 不怎么样了 怎么就把你弄了五一三道的 啊 任何我意 我就喜欢碰到队上 我警告你丁丁啊 你别在这儿给我胡乱使性的 不会 这次我按着他的性子来 嗨 上车 送你上班 那个 上来吧 我一会儿再跟你解释 过会儿我俩一块儿和你解释 上车 走后面去 我那个 一会儿再跟你解释啊 我以前的女朋友来找事来了 那个要不你先打车去公司 我自己能解决 你 你只要现在别跟我不乐意 回头你让我怎么陪不是都行 不就是过去女朋友吗 那么紧张干嘛呀 走吧 我没事的 饿吗 我吃不了了 给你吃吧 不饿 你自己吃 走啊 大伟 先送他上班吧 先送你上班 然后呢 大伟拉着我 一块儿上他家拿我东西 一直放他那儿 东西多吗 必须多呀 我跟你说 我们俩在一块儿的日子 那可是不短了 英雄的东西一堆一堆的 怎么着 你要帮忙 好啊 你等我打个电话啊 哎 婷婷 你帮我跟经理请个假吧 一上午就行 我帮我男朋友 以前女朋友搬东西 挺多的 我得帮帮忙 我下午就过去 行了 谢了啊 走啊 一块儿去吧 搬台快点 哎 搬完咱俩中午铁板烧去 OK 一会儿帮我买个三明治三文鱼的啊 不是跟你说了吗 不爱吃这个 那个 对不起啊宝贝 我给忘了 还好你刚才没吃 那个 一会儿咱回去的路上 咱顺路就呗 咱俩一起吃 我也喝 好嘞 好嘞 大妈 你太好了 大妈 你太好了 好嘞 谢谢 大妈 你慢走 大妈 慢走 大妈 你慢走 您要请喝 这两盆 大妈 慢走 大妈 你慢走 好 大妈 慢走 好 请问 谁是这儿的负责人 我是 我们是要件女子 啊 是 是 是 大家都回去吧 这卖的都是假药 你们当中有受骗的 请直接跟我反应 也可以去药件局 看一下营业执照 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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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你别着急 果然还先过去吧 先看看情况 再想办法 你千万别着急啊 请稍后再播 对不起 这不接我电话 肯定是上课的这是 死我得到公司去看看 师傅 前面红利灯 左转 还有吗 都拿下来吧 这 都在这儿了 走吧 张宁啊 张宁 来了 干什么呢 这是 你是干什么的 跟这公司有什么关系 他跟这事没关系 什么事和我没关系 只要这里有的事 和我都有关系 你是这公司的 我是公司的法人 正好 你也跟我们走一趟 走 上哪儿去 你们公司涉嫌卖假药 什么呀 已经有患者举报 请你们跟我回去接受调查 你干什么 卖假药 问你什么时候开始卖假药了你 同志 你们调查过了吗 这事不可能的 绝对不可能 别演戏了 回去说吧 我们没时间在这儿听你们瞎说 有你们说实话的地方 不是 你怎么说话呢 谁演戏了 就算你执法 你也得注意态度 就你这工作态度 肯定会冤枉好人 都人让俱祸了 还说冤枉 我跟你们走 我跟你们走 他就是个经理 我是法人 爸 我跟他们去 这事真的跟您没关系 闹了半天 你们是爹俩啊 一不小心 同志 一不小心成爹俩的 明白吗 都跟我们走吧 喂 张琳的事不知道了吗 你现在在哪儿啊 我 我知道了 我现在正买到公司去呢 你先别着急啊 我现在也往公司赶呢 你给他打电话了吗 他电话一直都打不通 不是 那你给他公司打电话了吗 他公司电话我也不敢打 那个 别急啊 咱一起想办法 这样 我先到公司看看再说 行 那咱们一会儿公司见啊 韩哥 公司人呢 韩哥 我麦药没事让你告了 是 我知道 可是那公司人呢 他们都怕受签约都走了 那你经理呢 经理 再见 是 给我看看 兄弟 哥 张琳呢 被带走了 我爸也被带走了 你爸 我爸肯定是因为担心我 过来看看我就 我在学校那会儿 他给我打电话了 我就怕说露馅了 我没敢接 我估计是他以为我上课呢 就直接来这儿了 结果遇到那事就被带走了 被哪儿带走了 药监局的人 听说是被患者给告了 说是什么那个 有些患者吃了那药有不良的反应了 张琳他开的这是广告公司 他不是卖药 他他私自卖药 不合法 是 我早就说过了 不过还好啊 他们卖的这药吧 这个这个中医是是有形医症的 我估计对张琳的影响不是很大 你先别着急 咱咱打打电话 招惹人 想想办法 我能不急吗 就这事我一直瞒着我爸呢 这应该瞒来瞒去 现在不但我爸知道了 还还得一起抓走了 我怎么办呀 没事没事啊 那个家里的事怎么都好办 咱先可着着急的办 这样 我先打几个电话问问啊 韩芯不是都去了吗 你就别着急 先听听芯吧 我能不急吗 这事我牵的线呢 我没想到是这样 你那不也是好心吗 你说你也真是的 你哪是做生意的料啊 你说你牵这线干嘛呀 真是 不行 韩芯找张琳去了 我得找食品琳去 这事可能只有她 才能帮张琳了 妈你去叫护士 把这针给我拔了 你干嘛呀 你现在可是病着呢 你可不能到处乱跑啊 再说了 你现在不是你一个人 你这肚子里边 还有个小人呢 这小人也不是你自个儿的 那也不是咱们家的 那是韩芯人老韩家的 你帮着张琳可以 你可不能帮她 再大头小面 你给我弹个 妈你别越说越悬了 行不行啊 不行我得去一趟 你真是的 不行 今天可轮到我看你了 我要把你看丢了怎么办呢 我没法交代 你要非出去 那你就给韩芯 你爸 你姑姑婆婆打电话 他们要是都同意 我不拦着 你们干嘛呀 关我禁闭呀 你们在这儿 我这孩子不要了啊 琪琪 我爸跟你说啊 这孩子啊 跟你说实话 不光是老韩家想要 我跟你爸呀 早就盼着想要了 只不过以前一直游着你 关着你 现在既然已经有了这孩子了 那就不能游着你了 你把朋友当回事 妈不反对 可是你为了朋友 就连自己的爸妈 连自己的孩子都不当回事 那妈可就太伤心了 不管怎么说 今天你哪都不能懂 真的琪琪 以前妈 不管你是对还是错 都游着你 惯着你 妈没逼过你吧 你今天也不能闭骂 行了你 那我打个电话给时评纹总行了吧 行行 你打电话行 我给你削个苹果 行行行 谢谢谢谢 谢谢啊 知道了 给你添麻烦了 好嘞好嘞 怎么说的 人应该没什么问题 好在这个 有不良反应的患者里面 没有什么后果严重的 我估计用了多长时间 张琳跟你爸警察回来了 不过这赔偿 跟廷业罚款是免不了的 还有就是 有的这个患者要起诉 咱得赶紧想个办法 娟儿 娟儿 还有个事 恐怕你得有个准备 什么事啊 这个公司要悬 我估计可能开不下去了 喝完了吗 喝完了走吧 我送你 你那表呢 等找着了我再给你送过去 他那么对我 你特得意是吧 你别总这么任性行吗 我就是不甘心 真别这样 你这样让我感觉挺对不起你的 你就是对不起我 是这块表吧 混到大伟的一大堆东西里去了 你送我的 没忘了 记得 这里的每样东西我都用过 你住我住过的屋子 睡我睡过的床 善我善过的厕所 你心里什么滋味 如果你是张大伟的老婆 我会感觉心里挺不舒服的 但是你是他的前女朋友 对我就没什么感觉了 再说了 这儿我也没住过 等我哪天决定住的时候 如果有什么东西 出毛病了 或者我不会用的话 我一定给你打电话 走吧 丁丁 你给我闭嘴 我告诉你 别在我面前装酸 张大伟他脑子上矛短 心里都草肠 他花着呢 有你哭那天 你是早就知道啊 还是现在才知道 我早就知道 你早就知道 还把他当个宝似的 我拿他当个宝 别逗了 换我拿去 大伟 你自己送吧 我把这收拾收拾啊 刚才翻东西都翻乱了 你送完东西回来接我 咱俩吃饭去 偶尔来 你说什么 送东西 会说话你 看好了是送我 我不是东西 叫什么 走吧 送我出去 我告诉你张大伯 追本姑娘的人多了去了 没人稀罕你 明白 我马上回来啊 不急 真是 天赶上怀孕的时候吃错药 你说这孩子得吃多少好东西才能补回来呀 鸡汤 粥 馅饼 今天营养应该够了哈 明天吃什么呀 我回来得查查书 看吃什么对孕妇和孩子好 刚怀孕你别那么紧张嘛 对了 青菜啊水果啊也得让他多吃啊 对了还核桃 那东西对孩子脑袋好 啊 对 嗯 能不紧张吗 这孩子啊 不同阶段有不同阶段的重要性 哪个阶段都重要 再说你看何琪 就他那样 咱们要不多操点心 他自己能加小心啊 都结了婚了 还跟个孩子似的 怀孕都俩月了 自己一点感觉都没有 话也说回来 咱那个大傻儿子也够没心没肺的 哎呀 让这俩孩子呀凑一块过日子 真是不让咱们省心的 哎 慢慢再大点就好了 等当了爸爸妈妈 那就更好了 你别着急嘛 我没你那么沉得住气 又对了 我又想起个事来 又有什么事啊 你说现在何琪怀孕了 那他们俩还在外面担过呀 我也不放心呢 哎呀都俩大人了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你光吃饭就不放心 旁边没个人 那还不得鸡一顿饱一顿的呀 再三天两头吃错药 照这样下去 我大孙子还没生下来呢 我就先吓死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我搬他们那住去 要不就让他们搬回来住 那你得给孩子先商量商量 我待会儿就跟他们说 别别别 等何琪出了院再说吧 先让个孩子把身体养好了 人家怀孕吃饭店 咱家怀孕进医院 妈 你出去转转 我们俩说会儿话 你在这儿我们俩都说不了话 哎呦 爱你们什么事 不就那些事吗 我又不是不知道 你刚才不是说要超市 给我买什么东西去吗 你现在你正好去 你去去去待会儿啊 平平啊 你知道琪琪怀孕了吧 我知道了阿姨 那一个千万别让她着急上话 要不孩子该出问题了 阿姨 你放心吧 我今天来呢 就是跟何琪把那些事 给说清楚了 那些问题我去解决 这件事跟何琪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好 你们聊吧 我就在外边啊 现在有人说张琳卖假药 还说有患者要告他 到底怎么回事啊 不是说是一挺有名的中医吗 你赶紧找他让他开个证明 说那药没问题呀 张琳那边一出事儿 我得上信我就去找他了 你看他怎么着 他一推六二五 他全都不承认了 什么叫不承认呢 那现在查到张琳了 他挣的钱都得退回去啊 赶紧啊 这家伙太阴了 我估计啊 他从一开始就算计我来着 他一看出事儿了 他就承认他给患者看病 其他的一概不认 他不承认那药是他发给我们的 说那药是我们自己配的 说他那个卖药的钱 他一分没得 不是你给他钱的时候 你没写什么凭据啊呢 哎呀当时不就心想 短期挣点钱不就完了吗 大家把数一说好一分就得了 哪有什么凭据啊 这下全完了 就坑张琳一人了 哎呀是我把他害了 这下韩心又有的说了 反正我能把我拿的钱都退回来 其他的我也没有办法 你也知道我跟我老公A一致 各挣各的各花各的 也各赔各的 本来这事儿我想瞒着他 多挣点钱的 也没告诉他 还告诉他也没用 他也不能帮我 平平 可不是我说你啊 咱们俩得一块帮着点张琳 这事儿要是闹大了 你脱不了关系 就算张琳不把你说出来 他们查药也得查到你那儿去 你不会跟那大夫一样把事儿都推给张琳吧 我当然不能那么不仗义了 我不是还没想好怎么帮他吗 对了 张琳给过蔡娟那医生行医证的复印件 那也能不能说明问题啊 那是我给他的 我把这茬给忘了 那家伙开的那个药方子还在我这儿呢 在家上这行医证 至少能说明这药没有问题啊 对 我先来找他去 有信我通知你啊 你暗心养病啊 这事儿闹的 你看看 这不是张琳让我给你的吗 你看看呀 看看能不能帮着他什么忙 那个娟儿 刚刚才那个何琳在电话里 说了视频里讲的那些情况 我估计可能这行医执照也是假的 我担心张琳这回会有麻烦 这也能是假的 请别着急 再等等再等等 那怎么办呀这 你们是这家公司的 我我们不是 我们是朋友 就是过来看看 外面看去吧 这家疯了 疯了 什么什么意思呀 这家没哑药的出事了 你们知道吗 现在查封 等问题解决了 叫啥清楚了 再说 走吧 上去接电话 接电话 喂 老婆 老公 彻底完了 刚才视频来电话 说在中医根本就没有刑医资格 刑医证是假的 听说出事了 现在躲起来了 好 行行行 我知道了 知道了 啊 好 那个什么 咱还是出一说吧 这都不能带走 放下放下 我 小家伙子 爱 现在是我们俩在集团 出事了 大夫 现在就咱俩 你怎么对我都应该 就是别说跟我分开就行 这不都处理完了吗 你还让我说什么呀 别这样行不行啊 你不可能一点都不在乎 你自己不是都做了选择了吗 你都告诉我你在乎谁了 了 了辰 你今儿让我张大伟 挺佩服 那个我之前跟你说那事 你想好了吗 跟我一起住 这地儿咱换了 我不会让你感觉不舒服的 我不是也跟你说过了吗 除了结婚 你还没想好 你真要结婚 为什么呀 长这么大 除了我爸妈和我奶奶 你对我最好 别看别人都说你话 我觉得你挺男人的 就为这个 你就想托付终身 能不能托付终身 我还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 你能够托付信任 看来这事 我必须认真对待 这取决于你自己 你不想托付终身 喂 老郭 刚才时评来电话 那中医的新衣证是假的 他看时评想报警 现在时评不作业 给躺了 行 那个没事了 我 我也知道了 咱得想办法 怎么说 怎么说 那行医症是假的 那终于跑了 那娟儿你先别着急 再等等 等等你爸跟张琳那边 有事咱再商量 我爸 喂 爸 现在就回家等着我 张琳呢 他也回家 谈我一起呢 行 那我这就回去啊 我爸来电话了 他们出来了 张琳跟他在一块呢 那我现在就回去 那赶紧回去吧 有事我这儿耗着呢 娟儿 回去甭管发生什么事儿 别着急 这赶紧医疗 请 bullying Shopify uma ок 哇 我说 om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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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 他就不让我把这事 介绍给张琳 都怪我 事都想得太简单了 这下韩星回来 肯定得数了我 不能 他敢 我跟你说琪琪 小星回来 他要敢说一个不字 你告诉我 我收拾他 现在谁都别想 给我孙子弃手 干净是他孙子 琪琪 你说什么 能说好吃 好吃多吃点 这还有粥呢 对 小星 你站着干嘛呀 你做错事了 你也卖假药了 爸 你坐下 用不着你再能陪着 爸 你也让张琳坐下说话吧 事已经这样了 咱有什么话好好说 我可没让他站着 我让他坐下 你问问 他自己坐得住吗 对不起 爸 你别叫我爸 我受不起 我也养不出你这样的儿子来 找你当女婿 是我自己眼拙 当初我没有替我闺女把好关 张琳娜张琳娜 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生意 我还是头一次跟你一块 被人是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的 让人连审讯带挖苦啊 我今天在里面跟你一块受审的时候 我抬手打自己脸的心思我都有啊 我想什么 我想什么你知道吗 我想 我自己老脸一张不要了 没关系 我后悔当初 为什么我看的明明白白的事情 我为什么不坚持 宽动 不坚持 트를会 努力 需要 跟努力 努力 带